你不要繼續混了好嗎? 今天大哥總要還吧 我保證這真的是最好一次 冰山中森林結緣的郭雪芙和王子二月報首分首首分首白白 結束一年半的感情 今年四月王子傳再結的新歡 就是一起打高爾夫的球友席威倫 不過當天拍到上演的丟貨包戲碼 很怕曖昧關係曝光 如今郭雪芙倒是沒有那麼扭扭捏捏 沒有特別設定 但是前提還是要曬哥 7月15日中午本看直擊郭雪芙妹妹與友人 在北市民生社區的名店悠閒禁食 其實之前郭雪芙就是常客 還曾跟王子他弟一同禁出 他就是毛弟了 當天下午3點沒想到郭雪芙 帶著妹妹與友人到健身房外加 早午餐名店老闆Andy也在車上 這時候下河系也跟上 咚咚咚咚咚咚咚到了5點多 郭雪芙似乎發現我們近哥哥了 那Andy呢 與郭雪芙她妹有人抱團繞路離開 兩人這樣頗有此地烏鷹三百兩的感覺喔 更早時 郭雪芙與Andy在電梯間與朋友揮合 聊聊天拍拍照 就去大型購物中心樓上 夜晚行程短短一小時 郭雪芙又與Andy一堆衣作會離開了 然後兩人無法開車要找代價 那剛剛是在… 只能說交安觀念很正確啦 你看啊 雪芙還活潑的向本攤問好呢 你好啊你好啊 不好意思又讓藝人朋友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啊 其實郭雪芙與Andy在社群蠻不必諱的 日本的滑水合照啦 遊艇出海啦 看來啊在感覺陽光、遊怡以及慶幸的蓬蓬之間們的歡樂美好時光 挺好的 終點是上傳了一張單單只有郭雪芙風情萬眾的美照 配上英文圖說 HAPPY BIRTHDAY SOON 翔哥真的量了還頗般配啊 郭雪芙不必多獎你都知道 Andy從小至澳洲球選 是重視品質韜客早午餐首選 經常一位男球AKA眾多迷人推薦AKA民生社區一級戰區早午餐明天的老闆 雖然Andy不太像郭雪芙過往幾點型的菜 但種種背景社交圈加人生勝利組的光鮮樣貌 其實看上去也頗OKOK啊 期待郭雪芙對這段認真認真不要玩BOY啦